中文大學院總監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蘭寶山教授 寶山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科系的 肝膽外科組的主任 他亦有很多的功績 包括在香港中文大學的 醫學教學組的副院長 他亦是現在外科學院的總監 和學科雜誌的主編 他不僅在肝膽外科 而是在整個外科手術的質素 各方面的監管 他都有很多研究 今天他亦跟我們分享 如何去提升外科手術的質素 多謝 多謝堅先生 亦都多謝 邀請我們參加這次討會 今天我的講題就是 如何提高外科的質素 現在世界的發展 到了一個地步 就像剛才阿斌醫生所說的 不是只做手術的醫生的儲都 是住在一起的 其實病人整個男情都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追求的是 追求一些高值的 或者高產值的醫療 其中最強調的是質素 當然在質素方面 我們會看很多東西 包括醫療系統裡的架構 以及過程 即是病人走入醫院到出院 整個流程 以及結果 當中我們很強調的是 最重要是安全 這是什麼都假的 如果在病人的角度 或者家人的角度來說 這個比喻都是 如果開刀不穩陣的話 或者風險太大的話 就不太理想 當然剛才阿斌醫生已經提到 可以用很多工具 便宜的又可以 貴的又可以 超級貴的都可以 但是我們怎樣去 在整個醫療體系裡面去看 我們怎樣可以 用最少的資源 做到最多的事 最後一件事 關於高產值的醫療 其實最重要是 去到病人為本位 給人看法 就是病人覺得怎樣 他是不是覺得 真的好了 還是手術就做了 但其實他感覺更差 那怎麼辦 所以在這個質素方面 我們其實如果你看一下 質素的定義 每個人 每個病人 甚至每個醫生 或者不同的醫療機構 其實他們對那個 所謂質素的定義 其實都有不同的 很簡單 好像在病人來說 傷口和不同 可能是他一個 質素的指標 但是如果他的傷口是不痛的 但是其實如果他有腫瘤 腫瘤沒有切乾淨的話 在那方面 質素是不好的 但是他真的痛少些 他的感覺很好 雖然他過幾個月 刺絕是復發的 然後很不行 但是 所以在這裏 我們要想的是 大家其實要說 那個質素 都是說那些東西才行 所以我們套用一些老師傅 這個Done Bideon 他在1966年已經提出了 說我們去探討一些醫療的質素 究竟我們可以從什麼角度去探討 其實就是不外乎 就是structure process和 outcome 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去看 簡單來說就是整個病人的流程 整個病人的經驗 我想在這裏強調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研究這些醫療的質素 我們都是由一個醫院或者醫生的角度去看 但是其實 如果我們單單用一個 卓力去看 就撕消了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以病人為本位 的一個patient center 的一個概念 WHO 都有一些不同的 我們叫做範疇去界定 什麼是高質素的醫療 這裏都來列好幾個 第一 其實都是跟我剛才說的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要安全 亦都從一個大局去看 就是每一個人 他都可以得到醫療的照顧 不是說他有錢些 他的照顧會好很多 沒有錢的 他基本上不能夠照顧到 又或者是那個醫療機構 他本身 他利用公共的資源 他利用得很不厚 其實呢 那個 那個 所謂的值 的value 在哪裏呢 其實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一個 簡單的方程式去看 就是說 是質素方面 但是 也是要一個合理的價錢 就是說 它不能夠超級這麼貴 你如果用錯過都要用很多錢 變成 每一個人賺錢的收入 都拿去做醫療 這樣是沒變的 你也要租屋 吃飯 坐車 所以 今天呢 我就想主要探討 上面那個部分 就是那個 質素的部分 那個成本 或者價錢的方面 今天呢 就姑且不夠了 首先呢 我想帶大家 先去英國 英國呢 其實呢 在去年 就已經 有一個新的網站 叫做 MyNHS 其實這個什麼網站呢 這個網站 提供很多醫療資訊 現在其實 香港 澳門 也都有不少 這些醫療資訊的網站 但是呢 這個網站有一個特點 這個網站呢 你如果去看一個醫生 看一個外科醫生 準備做手術 你是可以 看到 這個做手術的醫生 他的往績是怎樣 譬如我這個 一位朋友 因為我其實 1994、1995年 我在英國一部 都是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那 那 我有一位朋友 阿勝華 他就在這個網頁 找到他出來 他都在愛丁堡裏做 就是做 這個成人的心臟科手術 那麼 就可以找到他 那麼 看到 除了他的名字之外 還可以看到什麼呢 就是說 看到他 其實過往的一段時間 由一零年到一三年 他究竟做了什麼手術 譬如說 他主力 原來 他接近百分之九十的手術 都是做心臟八條手術的 這樣 這個就很好 那就是說 他做很多 可能他做很多 又死很多 那怎麼辦呢 都看完 究竟死亡率是怎樣的 就是說 病人 他做手下的病人 做了幾個手術 而手術後的死亡率 會有一點 可以在圖表上顯示出來 但是你又想 一個我們叫做粗死亡率 究竟是否一個總確的指標 原來在醫學上 我們發覺 絕對不是 還有很多時候 如果你單單看粗死亡率 其實是可以非常不同的 因為每一個病人 他的底子都不同 如果這個醫生 他是很好心的 就是病人 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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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死一生 他都照做 他盡力去幫 所以這位醫生 他出來的粗死亡率 是會相比其他醫生 是為高的 但是 其實這個是一個好醫生 所以 在這裡 我們就進行一個 叫做風險的調整 怎樣風險調整呢 就是根據病名的底子 來做一些調整 我們調整之後 就可以看到 一個調整後的死亡率 從來 我們是用一些統計學的方法 來拿到 譬如他這條紅線 就是告訴我們 這個在英國 整個英國 平均 一個心臟外科醫生 他做手術 他那個病人 能夠接受到 或者是 所謂最高限度的死亡率 如果他在條紅線以下 即是說 這位醫生 他是安全可靠的 這個圖表 也可以在網頁上看到 就是說 他過去那段時間 做的病人 那個風險的因素 的一些特質 是怎樣的 譬如他做的病人 是老不老的 又或者是男女比例 剛才提過 有沒有吃煙 這些都是一些風險因素 全部都可以這樣看 這樣是不是很好呢 這樣很好 我們去澳門的賭場 我們買大小 我們通常都走過去 看一看 就是他連開十一鋪大 跟著一鋪小 跟著怎麼買呢 但好像知道風險 是否好一點 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有那個往跡 就未必代表一定會這樣發生 因為如果你看看賽馬 可能血統很好 可能他跑很多場都會贏 但是忽略了什麼 他當時的狀態 所以說 往跡是要來參考的 就不是一切 我想那些馬皮人 經常都不說 在我們外科醫生來說 我英國的朋友 其實很多外科醫生 都是很反對這件事 他們很反對這件事 即是說 將他們每一個人 他那個手術的成果 是擺出來 在公共平台那裡 其實他們包括有什麼反應呢 第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一這樣登出來 其實呢 將那個重點 就不再在病人的處理 即是說 不是關心病人 是那個外科醫生 他想想 喂我的數點啊 如果我的數出來是不行的話 我沒得混的 也有些就是說 不要緊要 一定會有得混的 高風險的病人 你全部不掉 即是說 你做到那些病人 都是很安全的 怎樣做都不死的 那就可以了 但是要問那個問題就是 高風險的病人 是誰做的 是嗎 最後呢 最後呢 就是呢 剛才溫醫生也提到 就是說 那個其實那個手術的結果 就不單是主宰在那個主刀手術 也都呢 是要看他本身的底子是怎樣 病發展到怎樣 還有呢 醫療機構 如果在做手術的時間 就是醫院 那個手術室 麻醉科醫生 一直到做完手術之後 深切治療 深切治療之後 如果有併法症 怎樣處理 其實那個病人 整個流程呢 手術室的醫生呢 或者一個外科醫生呢 只是呢 可以呢 決定到 一部分 如果 以整個流程 去 就是好像有少少 進去掃 那是有少少 不公平的 那所以 就是 在英國呢 就很講這個 就是 公共負責 要向公眾負責的 也都講 要透明的東西 但是 我們說 如果 在病人 他不是真的 那麼清楚 這些那麼複雜的流程 和一些那麼複雜的 統計過程底下 他 得出來的資料 其實 他做的選擇 所謂醫療的選擇 是不是真的好些呢 其實呢 我認為 是有一個問題 在這裡 但是 作為外科醫生呢 你總不能夠 不管自己做的 做的 做的好 或者說不好的 人呢 很怪的 他只是記得 自己成功的例子 失敗的例子 是很容易記得的 但是 可能你都會 參與一下賭博的遊戲 多數大家都只記得自己贏錢那次 輸了的 很快就忘記了 這是人的性格 所以 遠至古代 其實曾子也說 吳逸三省吻生 看看究竟怎樣 所以我們 在香港醫護局下 我們七個聯網 我們全部醫院 我們都參與一個計劃 就是 手術成效的監察 還有 一個 我們說 質素提高的 一個program 一定不容易的 是非常困難的 等一下我會用少許時間 講解一下 我們做了二十年的功夫 究竟這二十年 怎樣走到現在 我們正在走什麼步 其實 遠至一九九五年 我有幸 我老闆 當時推薦了我 代表醫院 去參加醫管局 一個叫做QA審行 QA審行 QA審行就是 質素保證的一個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 由九五年成立 一直慢慢 去到二千零二年 我們開始做一些 比較大的比較數據 一些稽查 一路去到08年 我們正式成立 這個手術監察成效的系統 到2008年成立 先講講最初 因為都很有感情 因為其實當時 只能夠知道 粗的死亡率 即是說 病人的底子 我們完全不知道 而且 不單止 還是靠外科醫生 自己提供資料給我們 那一問就死了 自己提供 全部生的那些 我就給你了 死了的那些 不知道為什麼 不記得 我們當時 都幾 這個二十年前 大家不要見怪 我們基本上 是靠一個方法 就是說 究竟病人做了什麼 手術 不同的手術 希望收集一些 不同的數據 關於病人 然後去做一些統計的分析 但是分析出來之後 之後呢 就是做完 有一點點發覺 做完就只有一個疾 為什麼呢 第一 回來的資料 不全面 第二 就算回來的資料 不全面 它的總確性 都是傳異的 最後就是 分析了之後 我們前線的同事 個個都說 有沒有搞錯 算到我們這麼差 我們很好的 沒有理由的 你當然是算錯 所以很難爭 如果很難爭 那怎麼辦呢 到了2002年 我們終於有一點進步 我們請了一個 是全職的護士 和一個半職的外科醫生 來幫忙做這個audit 這個audit 與此同時 醫管局優化了電腦系統 令到那些資料 即是說 很簡單 有個病人 給某某某做完 或者在某某某醫院 做完手術 他死了 那麼他呢 那個外科醫生 就不能夠說 沒有死了 他生歐歐 不行 因為呢 在電腦那裡 那個記錄真的死了 是吧 所以我們呢 就有這樣的難本 特別呢 我們拿了英國的難本 來做一些比較性的audit 我們呢 在不同的年份 看了一些不同的大手術 因為其實 你說 譬如補一個小腸器 或者是做一條盲腸手術 這個死亡的機會不大 但是呢 譬如說 大型的肝切除 食道手術 換肝 又或者呢 避尿科的全膀肝切除 或者是疑腺一些切除 那些 也都有 溫醫生那些 是大型的肺炎切除 那我們呢 都進行了一系列的audit 就看到呢 有那個趨勢是怎樣的 那個粗死亡率是怎樣的 就 中間呢 其實呢 我們都開始 進行了 剛才我所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風險的調整 我們調整了風險之後 那個比較 就是公平了 所以呢 你看到 原來一直到2002年 我們開始 是完全沒有風險調整的 到2006年 我們是做了全年的調整 在這個過程裏 我們其實慢慢 是達到一個地步 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外科醫生 我們自己的外科醫師 都開始接受 就是說 喂 這個 這樣的 監察 那些數據是準確的 也是合理的 也是公平的 因為看了病人的底子 就不用說 是的 我做的病人是好的 你做的病人是差的 這樣 就不用在這裡 大家手指指 不用咬了 但是 我可以給一個例子 就是說 這個 食道切除 在2002年 我們進行了一個 四年的數據分析 就發覺 其實當時 在香港 醫管局下面 十個病人做食道切除 十個 寫一個 當然這個是一個平均數 換言之 就是說 有些醫生可能沒有人死 但是有些醫生 做十個死量數 這個是一個平均數 那 當我們 告訴很多同事 我們整個醫管局 做十個 死一個 大家就 哎呀 你計錯數 不是 我一個也不死 這樣 不要緊 我們就 找些同事 大家 研討一下 談一下 怎樣最好 真的有些是 是 沒有人死的 我們就找他出來 跟大家說一下 喂 我怎樣做 為什麼我做到 可以 死亡率是零呢 去到2006年 我們再回顧 四年的數據 發覺 一個大的進步 大到怎樣 多過50% 由原本 11% 去到 小過5% 這樣 所以 這個 我們就說 透過一個這樣的 監察系統 和 一些數據的分析 是可以 達至 一個 質素的提升 因為 其實我們 開始的時間 我們 已經 摸了它 做藍門 所以我們優化它之後 我們 可以去到一個 比較 準確的地方 一個 統計學上的 一個數字 我們叫做 基本上 就是說 如果你的統計 是完美的話 你的 應該是1 我們其實 是去到 0.9 為什麼 我們可以去到 這麼準確呢 就是因為 醫管局 願意投資了 一個 一個 團隊的護士 他們去 收集這些數據 就不再是 由外科醫生 自己 繳械 我們 有一對的護士 訓練了它之後 他們 去看 那些數據 這樣 就可以很準確地 把所有 風險因素 和結果 特別是結果 都可以 記錄得很好 這裡 都想再強調一次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麻煩 就是說 我們要看66個風險因素 因為 其實 就是根據 一條這樣的 方程式 就是 我們說 如果我們想看 結果是怎樣 有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 就是病人的底子 第二個元素 就是治療的質素 第三 其實是有 統計學上的一些 隨機的變化 所以 如果我們 看了這個質素之外 跟著用一些 統計學的方法 去控制這個 隨機的變化 我們就可以看到 很清楚看到 那個手術的質素 究竟是去到哪裡 譬如我們看到 有些 常見的風險 譬如年紀大 對 背差一些 如果本身 外科病是多一些 例如 慢阻肺病 也有些 血的報告 譬如 血蛋白是比較低的 這些 都是 我們發覺 是一些風險的因素 那麼 急症手術 和 預約手術 又有少少不同 這些 也是統計學 計出來的 那就不用口頭鼻咬了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就是一張非常容易看到的一個數據圖 就是說 每一間醫院 其實每一間醫院 就是 有一個代號 有一個數字代號 我想我只可以告訴你 威爾斯是13 這個意思 威爾斯醫院是13 其實這條紅線是甚麼呢 代表了 如果這條紅線是1 即是說 如果 你這支 觸籤和魚蛋 我們 其實開玩笑 就叫做 魚蛋圖 實際 是叫做 無重圖 叫做 Catabular plot 但是我們 就簡單叫它做 魚蛋圖 因為好像一支觸籤 揉著魚蛋 如果魚蛋和觸籤 觸籤觸 1 即是說 其實 它是在隨機的變化範圍內 即是說 其實它做出來的結果 和預計它的結果是吻合的 如果它是小於1的話 即是說 它是比預期好 但是如果它是大於1的話 即是說 它比預期差 比預期差 我們得出一個結論之後 我們再去看 究竟什麼原因 令至 我們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醫院 是會做得好過預期 亦都可以看看 為何有些醫院做得 沒有預期那麼好 這個 我們在多層次的分析 可以看到 譬如 我剛才說 不只是手術 靠很多東西 譬如說 一間醫院 究竟它多不幫外科醫生 它會不會很缺 很不夠人 會不會很缺護士 又或者它很缺 深切治療部床位 等手術要等很久 諸如此類 我們也可以用統計學去分析 去看看 哪些醫院 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 譬如 在這個圖表 可以看到 我特意弄到小 免得你去看看 哪間醫院 譬如這間醫院 它其實做得比預期差些 但是 其實 最大的原因 我們分析到 就是 因為 他們醫院很忙 他們很多病人 但相對來說 不夠醫生 變成 醫生在手術室 做緊急手術 外面有個病人 有時候 他不閒去看 因為 一個人不能在兩個地方出現 在同一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 原來這個地方 是不夠醫生的問題 那解決的辦法是什麼 就是 我們在醫管局 多嫁一些人給他 所以 這個方法 令到 我們可以準確地 監測到 哪裏出問題 從而去解決問題 到今年 下個月 我們就會有第六個報告 每年一個報告 都有第六個報告 我們最重要的 那個 願景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透過這個監察的program 我們可以透過系統 提供到一些數據 給我們外科的同事 讓他們去做什麼呢 去做一些持續的質素改善 這是我們質素改善的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所謂PDSA 即是說 你先去計劃一下 即是說 找到是什麼問題 跟著 是想解決辦法 跟著 再去進行一些解決辦法 來再看究竟是否有一個進步 但是 雖然我們都 用了代號 1 2 3 4 5 6 7 但是 我們都頗透明的 其實 即是說 有一百幾十個人 其實知道 13是威爾斯的 那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你凡是這些 哇 很秘密 你找了代號 這樣 他們就越想知道 特別是我們的傳媒朋友 更加想知道 那麼他們呢 知道之後 即是急不及待 就會報道了 就說哪些醫院 全港最差 這樣 其實他們的所謂全港最差 其實呢 在世界上 是很好的 我們比對了英美 日本 台灣 我們做得好過他們 但是他都叫全港最差 這個概念呢 就是說 我們分一些學校做Band ABC Band A尾的學校 都是Band A 他不是Band C 所以 你這樣 批他 就好像 不太公道 我們前線同事 都頗憤怒的 其實 看到這些 當然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好的那些 很興奮 是吧 就是 差的那些 就比較低 所以 我們呢 在這個系統 我們也有一班 資深的醫生 是去幫這些 就是 這麼不幸運 跌了入地獄的 的同事 就是怎樣呢 我們呢 去幫他們 是 就是 特別是做一些心理調整 就是說 在他們 最初 當然是誰 這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什麼 不是的 我們其實做得很好的 那些數據是錯的 計錯數 接著呢 就很生氣 最壞就是 賴教授 是吧 就是 他領導的團隊 計成這樣 最壞都是他 接著就 會有 不開心 到最後 接受 我們呢 希望呢 就透過一班 資深的同事 去幫這些 前線的同事 去快些 去完成 這個階段 因為為什麼 但是 你不完成這五個階段 你沒有辦法 繼續向前 走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就是 質素提升 無論你是 Band A頭 你都可以有機會 做得好些 所以呢 我們呢 我們的position 絕對不是Defensive 我們是Proactive 這個是我們 那些外科醫生 很願意去做的 我們去看數據 給我一些數據 分析它 就是準確分析 公佈的數據 我看了之後呢 我知道 我哪方面是缺失的話 我就做得好 所以呢 我們特別是 有一班呢 就是 很有心的同事 去幫大家 去做些事情 這個也是打破了 以前我們有些 山頭主義 就是說 有些 就是 我做得厲害的 我就收起來 我就教你 是不是 就是有你佔底 挺好的 我們現在呢 就希望打破這些 山頭主義 還有呢 這個呢 也是在我們 就是 對於外科醫生的 培訓呢 我們很強調的 就是 我們 外科呢 是一個 即是容易看到 即是你 醫糖尿病 究竟醫得好不好呢 是難些去看的 但是我們做手術 做得好不好呢 比較容易些去看的 容易些去看 容易見光 亦都是傳媒關注 但是不要緊 雖然是傳媒關注 但是呢 我們如果自己相信 我們幾時都有空間 會進步的話呢 我們會OK 我們才可以呢 持續這樣做 因為你可能 你可能 你原地踏步 你一成不變呢 其實呢 你慢慢會落後 所以呢 其實在那十七間醫院裡面 個個我們都要做 這些持續改善的功夫的 當然啦 資源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這個病是這麼大 怎麼分呢 這是 亦都考驗我們管理層的智慧 所以呢 我們整體來說 希望透過這個program 除了可以提高手術 那個成效 那個質素之外 我們都希望 在我們自己的醫療界裡面 我們呢 是做兩件事 第一 就是說 在團隊裡面呢 我們呢 是有一個can do attitude 就是說可以的 我們是可以進步的 第二呢 就是說 回到病人為管委的 一個醫療的角度去看 就是說 什麼時候都要放病人 在那個中心那裡 無論我們怎樣做 我們做好 其實都是為病人做好那件事 所以呢 這個就是 今天我準備了和大家的簡介 的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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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